这仨孙子 他们要干吗呀 等着我 他们怎么收拾 我们哥俩倍都没打一声啊 可你也没告诉我们 说你借这钱是为了盘这罪八仙子 你要找哥们哥俩明说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 你往火坑里跳是吧 现在怎么样啊 玩完了吗 我的二位哥哥 当初这不是八字没用啊 你骗着呢吗 我还不好意思说呀 谁知道是一坑啊 我让一胖子给骗了 对对对 我不管你他骗不骗你 跟我没关系 不能让我们哥俩这钱打得水漂吧 行了别说那么多话 赶紧还钱吧 还钱吧 对 彬子 还有我那房租 你看都四个月了 你不是今儿团别 今儿团别儿团厚的 一天咱们老忽悠 你臭嘎门的 你过什么乱啊 有你任何事 你都抢五万多了 当初你们哥俩坐这门俩 哥们可是看在咱俩发小的份上 没给你多要 就哥们这房 现在两万多月钱必然就走 多少人找我聊 我都没动心 我为谁啊 我还不是为你吗 你可倒好 欠钱不说 你还不让我说话呢 可好意思 我明白了 你哥俩还是传过话来的呀 听你们这意思 我今儿要不还钱 我这小衙们 会不会连门房 戴红白衙衣 就都站齐了 我这小子这话可够损的 让我给你当衙衙门房 你顾得去吗 我倒不想顾呢 可不让你们在这屋待着 你们也得干 行了 鞭子 别贫了啊 我六万 冬夜七万 还 还我五万 你别跟这瞎掺和 先把我们俩这十三个还上再说 都一块长大的 也算发行了吧 哥几子 鞭子 交情归交情 买卖是买卖 不是哥们儿不仗义 我们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得了 冬夜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不上了 好 拿去 拿什么呀 钱呀 我都比脸都干净 我拿什么钱呀我 冬夜门那档子事 拿去吧拿去 不是没钱 多伤合去啊 快点 快快快 这这这这这 你搂搂这个 你们家也搂搂 小什么靠搂搂一破盒头 赵哥 我冰在做生意 从来不把鸡蛋放一个框里 为什么管你们借钱 不是哥们儿没钱 哥们儿的钱全套这里了 合着你把这钱全怼着房子上了 东着门的房 大宇居 四十平 我的了 宗正门的房 多少钱了 怎么也得 万万吧 七万五以上 瞅瞅哥们儿多少钱拿下的 瞅瞅 五万 五万 这不可能吗这个 白纸黑字 怎么不可能啊 行啊 斌子 你这把发来 不是 你给我说说 这房主是你舊还是你大爷 怎么说话呢你 这房主啊是一个光棍 知道吗 站敢着呗我 让我敢着呢 行啊 斌子 真没想到 你够鸡贼的 脚兔三颗 够身的 没想到给自己留这么一口水 斌子 你这么大劲性 还不赶紧还我们钱呀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下家都找了 过两天就签合同 执意签合同 马上还钱 二话说到这儿 我斌子什么人 东野 网哥 你们最清楚 你要相信我 斌子 容我一个月 等我这合同一签 连本带利 还要还给你们 怎么样 然后咱烤肉计 全套五吃 这这这烤服 这点出息 是 来 马上打电话 就下月的今天 三千以上的 定是吧 打 是不是定 行了 这么着啊 斌子 看在老交情的份上 下月的今天 我们哥仨 看玩具后来 没问题 翟小王 干嘛来了 我是房东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来 来 这 是我跟于胖子的 十年租赁合同 你是什么样子 你看 庄二面 按着合同 压二付一 这到月底了 你就应该把下个月的房租交给我 看在我老爷子跟你们家老爷子 这么多年邻居的情分上 没问题 我可以放你们庄稼一把 按月交不上没关系 我可以把你们押在我那儿的 两个月的押金 让你们用完 但是 这两个月的押金要是用完了 你们还交不上房租 那对不起了 卷不开 俩字 走人 回见见您 走 妈 爸 事就咱们一回的事 如果咱们现在收手 顶多拿回七万五的租金 到底怎么办 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凤儿 我问你啊 这饭馆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 其实仗着现在那些老主顾 还有旅行社的那些交情 我能把员工的工资赚出来 那 每个月还有七万多房租呢 这可怎么办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怎么能让客人进来吃饭 我这两天想了几点 只要努力 肯定能给饭馆增加点流水 那就是说 怎么着 咱们多少还要赔点租金 其实妈 最近这段时间 赚钱肯定是赚不到了 能不能做到收支平衡不赔钱 我心里也没底 老爷子 你看哪 我这辈子 最恨那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 这个饭馆既然咱家给接下来了 就得想办法好好做 你让我眼旗息鼓 归溜溜地关门大吉 那我装为天 哪还有脸卖出这家门啊 是 爸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咱也不能害我 份儿 打饼起 打起精神来 咱跟嘴巴相磕了 实在胡同里开饭馆的多了 不是咱们一家 我就不信了 别人能干好 咱就干过好 行 要死也得站着死 就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 按着你们的心会儿去干 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我和你爸 支持你们 我也支持 看吧 不要了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 一早我就找他去了 我说你赶紧过户交钱 人给我来一个 那房子人不要了 爱卖谁卖这些吧 什么意思啊 相亏 想抬件 跟我玩这欲情故纵是不是 不是钱的事 人说了 就咱那房子 五万他都不要了 是拧了他 那是东智梅 二环礼 上厂学校都有 那地价 我要他六万 贵吗 这不白菜价吗 是 这我这也琢磨着 你说现在国家 对这房价一再调控 可六万块钱咱那地价 他真不贵呀 哥 我这心里一直犯二我 你说那房东那时候 那么着急把这房子给出手 你当时就随便一说五万 他连磕巴儿都没打 就答应了 然后咱们就把这合同签了 还交了四十万顶金 你说不会是一骗子吧 那不可能 房产证我都看了 我干这么多年 还封不出真假来 我还带他去工程处 做一工程 他骗得了我吗他 哥 你说不会是那房子 本身有什么问题吧 也不能够 我验过房啊 鸡脚干啥都看了 都过得去啊 不会真有事吧 我也怕呀 要不 你去趟都这儿问得了 你到附近打听打听 你问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好 那打车去吧 好好 鬼楼 这跟鬼有什么关系啊 我抓了一晨午 附近居民我也问了 居委会 爬座我都去了 自己搂不搂 这屋死个人 太老拆了 这不坑我吗 这事我都问了 这楼过去 大清的门是一和尚庙 后来他跟这儿起了几个楼 自从一入住 这事就看着邪乎了 每年有俩仨跟着自杀 有一老头得癌症了 不是从楼跳下来的 还从哪一层跳下来的 还一事更邪乎 你知道吗 什么事啊 没摔死 怎么可能没摔死啊 一老外 在中国做买的赔了 他根就不是中国人 也不知道从哪儿打什么 跑真儿跳楼去了 我当时就琢磨 这里边有事 哪儿那么大线便 砸你脑袋上了 就当时给你买得罐 飞去去了 我还跟你说 再想想慎重慎重 当时谁说的 谁说的 谁说的过了这村没了店 谁说的别等黄瓜菜凉了 赶紧签合同 这不见倒打一耙 那老子玩剩下的 行了 找什么旧账啊 瞎子这事怎么弄呢 现在 怎么办 我知道怎么办 每天一层红霹雳 我是闭人一张 我才躲不开啊我 我这躲我这 拿这房子翻本 找你抬去 退房 走 知道什么是老干股叉了吧 你当时拦着我干吗 我真想歇死你 你不废话吗 我能多拦着你吗 人老猜六张多了 你要歇人家 这给人歇后歹 怎么弄啊 你仰着 掐荡场吧你就等着 那跟你怎么说来着 俩月之内 把悲款交了 把户过了 要不合同作废 四十万退不了 房子也没了 这不耍周忙吗 人就留你了 怎么了 你还跟人做一公证 这倒好 打罐子都拦不了人吧 挺挺挺 你跟我跟我伙子 让我瞧瞧瞧 我当时这么想了 我脑子晋水了 脑子就是晋水了 你 有点